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身边居然有一跌现金 居然还有十多万 这是我一年的工资 依稀记得昨天跟富婆姐姐 柳如烟喝醉了来到了这个酒店 难道是柳如烟留下的 我顿时就不想努力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 我来到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上班 直到有一天我跟着我的女客户去了一趟酒居 一觉醒来 我发现自己身边居然有一跌现金 我依稀记得昨晚跟柳如烟喝醉了来到酒店 就不省人事了 难道是这是柳如烟留下来的 我看着眼前的这么多现金 内心有点震撼 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钱 十多万可是自己一年的工资 顿时我就不想努力 想抱上柳如烟的大腿 我晃了晃自己的脑袋 我原本这只是跟柳如烟开了房间 但是后来去厕所吐了一波后 就不记得了 我把这个事情跟我的一个关系 比较好的同事王涛说了之后 帮我查一查柳如烟的资料 老徐 你昨天怎么把柳如烟给睡了呀 我劝你赶紧跟柳如烟道歉吧 请他吃个饭好好补偿一下 说不定还有挽救的机会 对了他的生日是12月28号 我咋了 我昨天啥也没干啊 我喝完酒不行人事了 你什么都没有做 人家都报警了 啥 报警 我顿时就猛逼了 该报警的不应该是我吗 王涛美好气地说道 人家可是第一次 主要是他不想跟你牵扯太多了 赶紧把人家的钱送回去 来得快 花得也快 你最好心里有点数 不然哥们真帮不了你了 挂断电话我就猛逼了 这是啥情况啊 我把领导睡了 那这钱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柳如烟居然是第一次 真没有看出来啊 柳如烟虽然颜值不是特别高 但是也是那种耐看型的美女 而且能力非常突出 30岁的女人了 居然还是第一次 我靠 我听说柳如烟 平时也没少跟别的男人接触啊 听说还是一个海后呢 不过昨晚我们两个确实喝多了 自己虽然可能是被迫的 但是确实有点输道理了 想了想 我还是准备把钱给柳如烟还回去吧 于是我拿着钱就出门了 我还记得 昨晚柳如烟好像对我有点意思的样子 不然我们两个 还要让我负责呢 如果他不要这个钱的话 我得想办法追求一下他 我越想越兴奋 打了一辆出租车奔着公司就去了 我们公司也不是很大 主要是做房地产这块的 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房地产销售 平时都是试着几千块的保底 简直不要太可怜了 此时我来到公司 进门就看到了销售经理马建南 马建南带有深意的笑着问我道 昨晚跟刘总的春宵过得怎么样 我苦笑道 别提了马经理 我感觉我昨天啥也没干呀 你小子还怀着明白当糊涂呢 你不知道你昨晚把刘总给睡了 杀 我真的给睡了 不会吧 人家刘总早上报警了都 你最好现在联系一下刘总 把昨天的事情跟人家说一下 还有昨天的费用也给一下 马建南叹气的说道 我心里直接咯噔一下 报警的话 那我不是完蛋了吗 这钱可不能送回去 不然自己就完蛋了 我无奈的解释道 马经理 我昨晚确实喝多了 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出去谈客户 都是用的自己的钱 我现在身上也没有钱啊 这样吧 你先写一个欠条 等会我给刘总吧 我按照马经理说的写了一个欠条 此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不就是柳如烟吗 我顿时激动不已 我没想到柳如烟这个时候居然来了 不过我内心也很惶恐 不知道昨晚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马经理跟柳如烟说了一下我的情况 就退出了办公室 办公室瞬间就剩下了我和柳如烟两个人 我低着头 眼睛往上瞟了瞟 柳如烟的打扮还是十分普通的 但是她本身的气质很出众 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感觉 我此时连忙道歉道 柳总 不好意思 昨晚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 我昨晚实在是喝多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果 没事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昨天我们都是你情我愿的 本来我今天是想把昨晚的费用结算一下的 但是既然你喝多了 那就算了吧柳如烟大方的说道 我没想到柳如烟居然会这么的通情达理 心里顿时愧疚不已 柳总 是这样的 昨晚您走得比较匆忙 所以我给您留了一张纸条 您看看 我不要你的钱柳如烟把钱退还给我 我顿时就着急了 柳总 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昨晚您也喝多了 我不应该趁人之威做那种事情 这一万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 您就收下吧 我不需要你的钱 我只是想知道你昨晚是不是故意的 柳如烟很认真地看着我说道 柳总 您也知道我喝多了 有时候酒后乱性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我以我的人格保证 我也很认真地说道 你以后对别人有对我这么好吗 柳如烟的一番话顿时给我争猛逼了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柳如烟继续说道 我顿时就明白了柳如烟的意思 这不是暗示我以后给他送礼物呢 随即我就拿出手机 给柳如烟发了一个888的红包 柳总生日快乐 谢谢 柳如烟收下红包说道 我们两个聊了一会 然后柳如烟就离开了公司 我也是暗自地松了一口气 内心还是有点惊喜的 十万块还在自己这里 柳如烟没有提起 我还给柳如烟发了一个生日红包 距离又拉近了不手 已经值了 晚上下班的时候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 我自己亲手做了几个菜 等饭吃完的时候 柳如烟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小徐 明天晚上来接我下班 我靠 我的姐姐 我终于可以抱上大腿了 真不错 好的 柳总 您要吃什么 我给您带我激动地说道 不用了 明天见面再说吧 我看着手机屏幕 不停地傻笑 我明天要好好收拾一下自己 不能让自己穿得太土了 虽然自己没多少钱 但是也要穿着得体 一定要给柳如烟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说不定自己以后就飞黄腾达了 我和柳如烟 现在肯定不是一般关系了 毕竟我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了 我可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 我就在公司门口等待柳如烟了 此时一辆马沙拉蒂突然停在了我的面前 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这车好像挺贵吧 至少得几百万 我啥时候可以买得起这个车啊 喂 你在看什么呢 柳如烟此时从车上走了下来 刘总 您这车实在是漂亮啊 我就多看了几眼 我感慨地说道 是吗 那你就在这慢慢看吧 说完柳如烟就回到了车上 我也连忙打开车门钻了上去 柳如烟此时边开车边问道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接我了 我笑着道 柳总 这不是怕您一个女孩子回家不安全吗 是吗 那你晚上陪我吃饭吧 啊 吃饭吗 好的 柳总 柳总你今天好美 柳总这算是同意了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啊 柳总 回头可以在家里做饭吃 我最近的厨艺也是长进了不少 回头给您露两手 柳如烟惊讶地看着我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我得意地说道 我一个大男人会做饭很奇怪吗 我做饭可好吃了 尤其是我的拿手好菜 红烧肉加梅菜扣肉 您一定会喜欢的 徐正 还真没看出来啊 你还挺有毅力的 为了追我居然还学会做饭了 也不全是 柳总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 我自己也不得靠这个生活吗 柳如烟没有再多说什么 一直我们开车来到了一家私房菜馆 这是一家中式菜馆 虽然不是什么米其林餐厅 但是这里的环境也是非常不错的 人也不是很多 很适合约会 我们两个人来到了包间里边 柳如烟拿着菜单 点了一些菜 然后等服务员走后好奇地问道 徐正 你为什么会看上我 我有点愣住了 不知道说些什么 柳总 你说什么 柳如烟有些戏谑地看着我说道 你是不是又有点把持不住了 柳总 您这可是冤枉我了 天地良心啊 我这脑子里想点啥 您还不清楚吗 至于我把持不住的时候 一般都是你在的时候 真是有嘴滑舌 我当然是自愿的 但是你肯定也是有目的的吧 你不会是想让我给你介绍客户吧 柳如烟此时认真地看着我 给我盯得有点毛了 我连忙解释道 柳总 您误会了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跟客户没有关系 那你为了什么 我看着柳如烟说道 其实我对你一直听感谢的 如果不是您 我在工作上可能也开不了窍 开什么窍 柳总 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谈了有三年多了 虽然什么都没有干过 但是我也想明白了 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以后没有钱的话 她一定会离我而去 我也想明白了我之后的日子 要不以后就找个富婆吃软饭了 很庆幸我遇到了您 柳总 柳如烟笑着道 所以你是觉得 我可以让你少奋斗二十年 你倒是挺直白呀 我连忙解释道 这个倒不是 我只是想表达一下 你在我心中的重要性 您现在在我的心中独一无二 你这么说的话 我倒是觉得自己 有点自作多情了 你对别人怎么样我不清楚 但是跟我在一起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谢谢您 柳总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报答您 我们两个吃完饭 柳如烟准备开车送我回家 路上的时候柳如烟突然问我 徐政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我有点疑惑 于是问道 打算 柳总 您说的是什么方向 就是我们以后分手了 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想过 但是我保证的是 不管以后我们怎么样了 我心中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 柳如烟没有说话 直到开车来到了我家的楼下 我高兴地说道 柳总 我就当你已经答应我了哈 柳如烟有点不明白地问道 答应了什么 您生日的时候 不是让我再陪您一年吗 我答应了 柳如烟没有说话 而是一直看着我 眼神中的色彩有点复杂 柳总 您这是怎么了 难道生气了吗 我紧张地问道 没有 我只是觉得有点 柳如烟说话说到一半 欲言又止 觉得什么 没什么 你先回去吧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 我打开车门 然后就下车了 我转过身 跟柳如烟对视了几秒 然后柳如烟说道 你快回家吧 我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朝着家里的方向走去 我此时已经明白了 我心中已经有了柳如烟的位置 也许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吧 我也没有看错人 也许以后的生活 会更加的多姿多彩了 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刚打开房门 就看到一个陌生人 坐在了我家的沙发上 这个陌生的男人 立马站起来问道我 你是徐正吧 我看着眼前陌生的男人 有点疑惑地问道 你是谁啊 为什么在我家 你要干什么 我是杜飞 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 你之前不是见过我吗 杀 你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我啥时候见过你 这会说的话 顿时就让我短路了 柳如烟啥时候 找过你这个损骰 这给我说的大脑 都有点短路了 你可别当听错了 我知道你是柳如烟的员工 但是我劝你最好 别对柳如烟有什么非分之想 你什么意思 你也别在这里装了 我知道你和柳如烟的关系 也不一般 你不用在这里给我装样子 你要是喜欢柳如烟的话 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说完杜飞就离开了我的家里 我感觉我身体 逐渐地颤抖了起来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只知道 现在心情有点复杂 虽然我知道 柳如烟在外边的男性朋友 也不少 但是这么快找上门竞争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默默地坐在了沙发上 我顿时感觉头疼得不行 自己好像被无数个人挤在了 一个房间里竞争 唯一一张椅子 被挤得有点踹不过气了 我看着杜飞 心里很不适滋味 我也有点想不明白 为什么柳如烟 会喜欢这样一个男的 我心情有点沉重 顿时眼泪就落了下来 自己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 但是他好像拥有不少的男人 该怎么去做了 我只能默默地坐在那里 痛苦流涕 我此时感觉柳如烟 有点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好像失去了一切 我有点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 时间就这样 到了第二天 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 梦中柳如烟离我而去 我眼中泪流不止 我实在接受不了柳如烟 突然离我而去 突然我感觉我的手机 有点震动了 我拿起来一看 是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你在哪里 我看到柳如烟 给我发来的信息 心里顿时有点酸涩 逐渐有了复杂的情绪出来 我突然有点不想 回复柳如烟的消息了 我不想让自己以后的生活 变得复杂起来 尤其我感觉 自己在呼伦贝尔狂奔 而自己却一点情况 都不知道 我想了一会儿 还是回复地说道 我在自己家里呢 有事吗 我一会去找你 你在家等我 我把手机放下 然后站起来 打开窗户 看着窗外的景色 自己的心情 稍微平复了不少 我有点不知道 自己以后该怎么生活了 但是我知道 眼下是最需要柳如烟的时候 我得把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过了几分钟 我看到了柳如烟的车 到了我家楼下 我深吸一口气 收拾好就下楼了 我打开车门坐进了车里 我心情不是很好 一直没有说话 柳如烟估计也看出来 我的难受 就一直静静地看着我 我有点受不了这个氛围 于是我打破沉默地问道 刘总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可以找你吗 柳如烟淡淡淡地说道 那当然不是 柳如烟此时有点羞红地说道 其实我一直想找你来着 最近这段时间 柳如烟此时想说的是什么 所以 你想让我陪你出去走走吗 或者说是散散心 也可以这么说 我点头道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于是我们就开车出发了 来到了城市附近的一个景区附近 柳如烟开车来到了一座山脚下 虽然景区的山不是很高 但是也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景色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爬上山 上山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走着 我则是一直在想要不要继续下去 快乐总是短暂的 没想到我的爱情来了几天 就要离我而去了 柳如烟此时突然打破的尴尬地问到我 徐正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你吗 我摇头道 我不知道 柳如烟认真的看着我说道 因为你很温柔 跟你相处的感觉非常舒服 给我一种安全感 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我有些自卑地说道 可是 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不足的地方还是太多了 不然 每个人都有自己优缺点 你不用太在意自己的缺点 你要相信自己 知道吗 好 我会努力做好我自己的 我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走到了山顶 站在了栏杆边上 看着远处城市的风景 柳如烟突然问道 你是不是已经见过杜菲了 徐正 如果有一天你跟杜菲公平竞争的话 你觉得你会赢吗 我看着柳如烟 此时他好像有点稀奇地看着我 我鼓起勇气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 柳如烟点头道 嗯 我相信你 说完我们就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周围的风景 谁也没有说话 突然间 柳如烟流着眼泪抱住了我 柳如烟哽咽地说道 徐正你知道吗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之前感觉自己有点失去了方向和目标 但是现在的心情也是逐渐地平复下来 我轻轻拍着柳如烟的背 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安慰他 我也知道此时说什么都有一些多余 过了好议会 柳如烟的心情也是逐渐地平复下来 他松开了我 擦干了自己的眼泪 柳如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徐正 对不起 让你为难了 我看着柳如烟 一脸认真的说道 没事的 我尽力而为 谢谢你 我们两个此时准备下山 走了没议会 我的手机就响了 是我马经理打来的电话 我连忙接通电话 马总 你好 马总问道 小徐 你在哪里呢 我这会在外边呢 陪一个朋友散心 你抓紧回公司一趟 刘总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了 真的吗 我马上回去 你抓紧回来 你得亲自去谈一下合同的细节 我一会把合同发你 你今晚就跟刘总把合同的事情给敲定了 好 我马上就回去 我马上就挂到了电话 我跟柳如烟说道 刘总 我现在得回去了 公司有点事情 需要我回去处理一下 嗯 走吧 我们先下山 我们两个走了差不多半小时 然后开车回到了市区 我把刘总先送回家里去了 然后我回到了公司 开始处理马总发来的合同 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刚洗完澡躺在床上休息 我手机来了电话 拿过来一看 是柳如烟的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通了电话 徐正 你回来了吗 听着柳如烟的声音 好像有点疲惫 嗯啊 刘总 我刚回家 刚洗完澡 怎么了刘总 你怎么还没有休息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徐正 我有点睡不着 我现在想见你柳如烟说话的声音 带了一些恳求的味道 我顿时感觉心好像被揪了一下 我想了想 说道 好 柳总 你现在在哪里 我马上过去找你 我在家里 你直接过来吧 我挂断了电话 深吸一口气 然后穿好衣服 就朝着外面走去 我现在有点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柳如烟 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去面对他 但是柳如烟现在需要我 我现在应该去看一下他 安慰一下他 我打了一个车 来到了柳如烟家的住处 此时门打开了 柳如烟此时站在了门口 穿着一件性感的睡衣 头发有点凌乱 柳如烟的眼神有点迷茫 脸色也有点苍白 我心里浮现了心疼的感觉 我感觉自己的心 好像被什么给刺了一下 我上前轻轻拍打着柳如烟的肩膀 然后走进了屋子里 屋里很温馨 家里也很干净 能看出来柳如烟 平时也是一个爱干净的人 有洁癖 柳如烟此时默默地关上门 我回头看了一眼他 他含情默默地看着我 哽咽地说道 徐正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很想跟你在一起 我感觉自己的心 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 什么话此时也说出口 想起了前几天晚上 杜菲站在我家里说的那些 我是有点配不上柳如烟的 我此时也不知道 说一些什么去安慰柳如烟 我就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柳如烟 过了好一会儿 柳如烟的心情 才算慢慢地平处下来 我示意柳如烟 坐沙发上休息一下 我们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去安慰他 只能静静地陪着他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很晚了 于是说道 时间不早了 柳总 你早点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我走到了门口 柳如烟也站起来送我到门口 柳如烟此时轻声地说道 谢谢你 徐正 谢谢你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我离开了柳如烟的家 深夜的风总是自古的寒冷 也不知道什么温暖 才可以平复我内心的伤痛 我打了个车 就回到了自己住所 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彻夜难眠 无法入睡 我一直想着柳如烟的话 我对自己的未来 开始迷茫了起来 我自己有点失去方向和目标了 翻来覆去的我都睡不着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 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早上的时候 眼光照射在我的脸上 我的电话突然响起 我带着沉重的睡意 看得下电话是谁打来的 原来是马总打来的电话 我有着疲惫地接通了电话 早上好 马总 有什么事情吗 小徐 昨天晚上跟刘总商谈得怎么样 谈得挺好的 刘总对我们这个方案很满意 马总 那就太好了 这个项目对于我们公司 可是意义重大 今天你来公司 我们详细聊一下 具体的合作事宜 另外刘总今天也会亲自过来 他也想跟你见一面 好的 马总 我一会就到我激动地挂断电话 睡意顿时全无 还有什么比自己前途 有进步更开心的事情吗 这可是我一直渴望的机会 我也是希望在这个项目 发挥自己的才能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然后换了一身衣服 就赶往公司了 到了公司 马总就已经在办公室等我了 昨晚回去之后 刘总有没有再跟你联系 没有马总 昨晚我回去的比较晚 就没有再去打扰刘总了 不一会儿 刘总就来到了公司 我们在会议室开始了商谈 刘总看起来只有五十多岁 倒是看着和蔼可卿 平易近人 我也是第一次见大客户 难免有点紧张 刘总 你好 我是徐正 哈哈 年轻人不要紧张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年轻人就该有年轻人的朝气 刘总鼓励地说道 我听说你们公司 优秀的人才不少 你这次的方案 给我留下的印象挺不错的 我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合作 谢谢您的夸奖 我们会仅最大的努力 完成这个项目的 刘总点头表示认可 随后我们有商谈了一些细节的问题 刘总对我也是赞不绝口 最后刘总说道 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项目 我们能够建立紧密大的合作关系 我心中也是窃喜 我感觉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个项目对自己的意义也很大 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我走路都带风 我脑海里还一直回想 刘总跟我说的那些事情 突然一只手拍在了我的肩膀上 给我吓了一跳 原来是马总 我有些紧张地说道 马总 马总笑着说道 小徐 干得不错 你这次的表现非常不错 刘总对你的印象十分深刻 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的意义重大 你和刘总的商谈成功 也对你未来的职业发展 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也是感激马总 这次能够得到这个机会 少不了马总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马总的信任和支持 我会继续加油的 很好 我很高兴看到你的进步很成长 小徐 继续努力 马总笑了笑转身就离开了 我看着马总的背影 心中下定决心 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抓着这次机会 让自己的价值发挥出来 回到办公司 我就开始整理自己刚才开会的细节 我感觉自己离成功又进了一步 时间很快 不知不觉就到了下班的时间 我整理好了文件 准备离开办公室下班 突然我的电话响起响起来了 我以为是哪个领导打来的 连忙拿过来看一下 居然是柳如烟的 此时我心情也是不错的 我连忙接起电话 柳如烟 你怎么还没睡觉 柳如烟轻声说道 我刚刚洗完澡 你现在在哪里呢 我现在还在公司呢 需要在公司加一会班 可能要晚点回去了 你最近挺忙的 你要好好注意身体哦 好的 谢谢关心 此时我心中的疲惫 也是感觉全部消失了一样 柳如烟嘱咐的说道 如果太累了 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晚点再继续加班吧 别让工作影响了你自己的身体 还有心情 好的 我会注意的 你也要早点休息 不用担心我 我们结束了通话 我心中感觉十分的温暖 我想了想 刚才柳如烟跟我说的那些话 收拾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东西 准备回家休息一会 当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惊讶的声音 我快速地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 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蛋糕 同事说道 老徐 有人给你送蛋糕来了 这个蛋糕还挺大 我顿时就愣住了 这么多年能记住我生日的人屈指可数 我已经很久没有过生日了 我连忙走到蛋糕面前 徐正 祝你生日快乐 爱你的柳如烟 我心中感动不已 原来柳如烟一直记得我的生日呢 此时我感觉我很幸福 我拿起手机就给柳如烟打了过去 我有些激动地问道 柳如烟 你怎么还记得我的生日呢 柳如烟轻声说道 我当然记得了呀 我想让你记得我的存在 想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我不希望你因为工作而忘记了其他的东西 谢谢你 柳如烟 这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幸福的生日 我心中的很感激柳如烟 很感谢这辈子遇到了柳如烟 虽然我们有着年龄的差距 但是爱情让我们走在了一起 此时柳如烟轻声问道 你今天可以早点回家吗 我想陪你一起过生日 好 我尽量早点回去 我挂断电话 看到手中的蛋糕 感慨万分 我很感激柳如烟为我做的这么多事情 我现在决定好好分享这份喜悦 我把蛋糕切开 给每个加班的同事们多分了一点 当晚 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看到了柳如烟给我准备的菜肴 还有生日礼物 心中有点感动 柳如烟此时埋怨的说道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今天有点受宠若惊了 所以回来的晚了一点 我看着柳如烟给我准备的那些礼物 心中十分感激 我们开始坐在桌子上 开始享受美食和这个美好的夜晚 这天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 我们一边享受着食物 一边聊这天 我把今天跟刘总会谈的事情 跟柳如烟说了 柳如烟听到后也很高兴 很高兴我的事业取得了进步 柳如烟鼓励的说道 你可要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为了公司 当然也是为了你自己 我会的 我很感激马总的支持 不过我更感谢你的存在 柳如烟此时害羞地低下头说道 徐政 其实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我好奇地问道 什么事情 柳如烟抬起头看着我说道 之前我不是打算出国 去国外的分公司干活吗 现在我不想去了 我打算一直留在国内发展 为什么 我好奇地问道 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你 喜欢到你可能有点不敢置信 从你实习来公司的第一天起 我就喜欢上网 这也许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我曾经幻想过我们的未来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 我一直没有勇气跟你说 但是我今天想告诉你 我愿意陪你走完下半辈子 我此时感觉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的富婆姐姐给我表白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柳如烟会这么地跟我说 实在有点意外 我一直以为她可能会接受公司的安排 回到美国去发展 但是 我突然意识到 我还是很爱眼前的这个女人 我不能离开她 柳如烟 我也爱你 我也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也愿意陪你一起走完余生 此时柳如烟的眼中含着泪水 她看着我温柔地笑了 谢谢你 徐正 感谢有你的陪伴 我永远都在 我们看着彼此的目光 仿佛时间静止了一样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人生最重要的节点 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我们选择了彼此 选择了爱情 接下来的日子 我跟柳如烟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我们一起看电影 一起逛街 一起出去旅游品尝各地的美食 享受着彼此的陪伴 同时我也在努力地工作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这里还是挺有情调的 餐厅的灯光有点暗 我们点了很多美食和红酒 享受着美好的时刻 等用餐快结束的时候 我拿出了一个礼物 这是我精心给柳如烟准备的礼物 柳如烟 这个礼物送给你 柳如烟看到的礼物时候 眼神里有着惊喜 她接过礼物 慢慢地打开 当她看到我送给她的东西之后 直接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谢谢你 徐正 我很喜欢这个礼物 真的很喜欢柳如烟很深情地看着我 我看到柳如烟眼中的泪水 我也很感动 我轻声问道 柳如烟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这个礼物吗 柳如烟摇了摇头 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我微笑地说道 你还记得吗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孩子 你送我的巧克力 对我来说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克力 更代表着我们的缘分跟爱情 柳如烟神情地说道 我也爱你 徐正 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 永远 我知道我们的爱情会更加地坚定和美好 我们在餐厅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享受着幸福的时光 接下来的日子 我和柳如烟更加地坚定了陪伴和支持 一天晚上 我带着柳如烟去看了一场电影 电影是一个爱情片 内容讲的是 男主女主从上学开始就是青梅竹马 虽然毕业之后 两人因为挫折分开了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爱情一直深藏在两个人的心中 最后两个人还是重归于好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电影的情节 也让柳如烟看得不停地落泪 我紧紧地握着柳如烟的小手 一直温柔地安慰着她 我们还谈论了未来的方向和计划 等看完电影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我把柳如烟送到了她的家门口 深情地说道 宝贝 晚上早点休息 晚安 徐正 就当我准备转身离开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说道 徐正 今天晚上留下陪我吧 听到此话 我身体一僵 心中的激动瞬间就被点燃了 我深情地看着柳如烟 然后说道 好 我留下陪你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关上了灯 我紧紧地抱着柳如烟 感受她的温柔和温暖 我们的心也是逐渐地跳动在了一起 此时整个世界都仿佛地安静了下来 此时柳如烟小声地说道 徐正 有你在的感觉真好 柳如烟 你知道吗 曾经我以为我们不可能 知道你坚定了选择了我 我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我们的爱情就像一团烈火一样 熊熊燃烧 我们经常互相倾诉自己内心的心声 也会分享彼此内心的喜悦 我们的爱情变得更加的坚定和深厚 我们更加确信 我们就是彼此这么多年在等待的那个人 第二天的早上 眼光通过窗户照进了房间 我看着躺在我怀里的柳如烟 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此时我准备起床洗漱去上班 突然柳如烟抓住了我的手 迷迷糊糊地好像在说梦话 徐正 不要离开我 我心中意暖 坐在床边 看着柳如烟还在有点睡眼萌萌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柳如烟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 怎么了 你在笑什么 徐正 我摇了摇头说道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你有点可爱 柳如烟 柳如烟听我说这话 顿时脸上就有点红了 此时他有种说出来的可爱 有种小鸟一人的感觉 看着让人就很想去保护他 柳如烟此时松开了我的手 然后慵懒地翻了一个身 我走出房间后 拿起手机 准备给公司打一个电话 就在我拿起电话的时候 我好像想起来一个事情 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 我想昨天晚上的时候 柳如烟跟我说 要跟我一起去公司看看 整个我有点小激动 这要是跟公司的同事公开了 我岂不是天天成为焦点 我们到达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十点多了 我也是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带着柳如烟来到了公司 马拉总看到了 也是热情地打了一个招呼 我于是自己主动来到了公位上 准备完善一下 之前工作的事情 柳如烟就拉着一个凳子 坐在了我的旁边 很安静地陪着我 直到中午的时候 我带着柳如烟去了一家餐厅 我们点了一些家常菜 然后一边吃着饭 一边分享着对方的过去和未来 柳如烟此时看着我 突然问道 对了 徐正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我想了想 认真地回答道 其实 我从一开始见到你就喜欢上了 柳总 你那会还在公司任职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为人处事 还有对同事的态度 我就感觉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尤其是你的气质吸引了我 柳如烟听完我说后 心里应该是有些开心的 继续道 但是我那个时候 并没有对你有太多的感觉 对啊 所以在后来的工作当中 我们一起工作 你对我的帮助还有关心 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而且你对我充满信任 这点让我非常感动 在这个时代 信任感很重要 柳如烟笑着道 那你是什么时候确定 开始喜欢上我了呢 我此时回忆 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 柳如烟站在皎洁的月光下 她的美丽跟纯真 就像一个传世的画像 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内心 我也是为此深深地着迷 我坦诚地说道 就是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你 反正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感觉就是冥冥之中注定了一眼 我第一眼看到你 就喜欢上了你 你的温柔还有体贴 也让我感受了 之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幸福与快乐 晚上的时候 我们回到了家中 一如既往的柳如烟做菜吃饭 简简单单但是很幸福 等我去洗澡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 柳如烟接到了我前女友的电话 等我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柳如烟正在哽咽地哭泣 我问道 怎么了柳如烟 你怎么哭了 有什么事情吗 可以跟我说说 徐政 有些有些事情我想跟你核实一下 你可以实话地跟我说吗 我疑惑地问道 是什么事情 柳如烟 你尽管说 我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在我这里 我的秘密对你无所保留 刚才有一个人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他是你的前女友 而且他说了 你和他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的心里一紧 虽然我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 但是发生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他都跟你说了一些什么 柳如烟 我看柳如烟努力地控制着情绪说道 他说你曾经有个最爱的人 你曾经为他放弃了很多 哪怕是你的前女友 他都没有真正地走进你的内心 我听到这里 心中不由的震撼 这个娘们居然连这个事情都要泄密 我也没对他咋样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地对待我 我还以为他可以帮我保留这个秘密的 我只好如实地说道 是的 柳如烟 我曾经有个最爱的初恋 但是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早就放下了 我只知道我现在喜欢的人是你 你不要想太多了 我现在的心中只有你一个人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就让时间让见证这一切 柳如烟显然被我说的这番话感动了不少 柳如烟犹豫了说道 徐政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觉得我们之间需要好好地沟通一下 可能我们之前还有一些未知的问题 需要我们去解决一下 我沉默了一会 然后问道 他还有说些什么 柳如烟咬着嘴唇 摇头说道 其他的没有了 我也是长出一口气 但是我可以体会到柳如烟此时 应该是对我有点失望了 我心中有点震痛 看着窗外 思绪逐渐地飘回了从前 曾经确实有一个女人走进了我的内心 那还是我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青春年少 我对爱情也是充满了向往 我的初恋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相见的 我们都是学校的团员 直到他转到了我的班级上 我第一眼就看中了他 说起来可能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吧 他也在班主任的安排之下 成为了我的同桌 我们逐渐地成为了学习和生活上的伙伴 回家的时候一起回家 上学的时候一起上学 逐渐我们也是形成了依赖 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爱情 我还为他改变了不少臭毛病 直到高中毕业之后 我们因为一些意见的分歧开始分到扬镳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断掉练习 直到初恋告诉我他准备出国留学了 希望我不要再等他了 我当时居然答应了 然后我们就成为了彼此生命的过客 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内心深处 我当初因为前女友的质问 我就告诉了他 没想到他居然打电话给柳如烟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这给我整个措手不及 此时柳如烟上前抓着我的手 哽咽地说哦 徐正 本来我不想多说什么的 但是既然知道了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你和他之间发生过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我和他之前真的没有什么呀 都是高中时期的事情了 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柳如烟此时脸上有待失望的感觉 柳如烟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现在心中真的只有你 妈的 这个前女友在搞什么 我好不容易傍上一个富婆姐姐 还这么的爱我 你居然替我搞这一出 我也没虑你啊 为什么要搞我啊 真的搞不懂 我也清楚 虽然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了 但是也没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有些过去的秘密和伤疤就不好的 当面拿出来再提吧 我现在得想个办法 跟柳如烟解释一下那个女人的事情 或者发生了什么 柳如烟 我坦白跟你说吧 其实有一天你不是发现 我身上有香水味吗 嗯 这个我还记得 其实那个香味就是我初恋的 我内心很纠结 其实不想说的 但是为了我们两个的未来 但是真诚一点吧 我和他曾经在一起 但是我们已经结束了 柳如烟此时气不成声地说道 都结束了 为什么你们还要联系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为什么你的身上还有他的味道 是的 我们曾经确实有点青梅竹马 而且高中毕业之后 我们也没有再联系了 直到那天晚上 我居然接到了他的电话 柳如烟泪流不止地说 你不是说你们已经结束了吗 那为什么他还要打你的电话 你给我说实话 徐正 我深深地叹气说道 他说他在一国他乡这么多年了 心中还是放不下我 让我等他回来 但是我那时当时答应了 现在已经过去了很久了 我和他之前已经结束了 回不到从前了 柳如烟擦干眼泪哽咽地说道 那你们还有没有可能在一起 我此时心中意狠 这种事情还是一次性解决比较好 不然剪不断你还乱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我和他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我和你的故事 柳如烟 你现在是我的全部 请你不要多想好吗 柳如烟心情应该好了一点 但是估计没有那么快恢复 因为哪个姑娘知道自己的对象 有前任纠缠 心情也不好的 柳如烟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们也结束这么长时间了 你也知道我的为人 我是不可能坐出脚踏两只船的 我和他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你才是我的未来 柳如烟此时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和他真的结束了吗 我看着柳如烟的眼睛 无比真诚地说道 是的 我和他真的已经结束了 他还会不会来找你 我不知道 但是他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对了 柳如烟 我跟你介绍一下他吧 他是我的青梅竹马 也是我的初恋 当初他出国了 我为了延续我们的梦想 于是来到了我梦想的大学 也来到了我们约定的城市 但是我最后发现我可能想多了 我那会还怀揣着对他的感情 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喜欢上了 我还在想是否拥有两段感情 是否可以 最后发现我错了 我对不起他 也对不起你 柳如烟此时声音颤抖地说道 他最后怎么了 我沉默了会说道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他前不久回来找我 也是因为自己时日无多 想回来再见我一面 我心中也充满了对他的愧疚 其实他一直没有忘记我 但是我爱上你了 柳如烟你今天好美啊 柳如烟秀发微乱 脸上泛起了桃红色 惬意地眯着双眼 徐正 婚礼就交给你来办了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反正 你这边也就跟我这一回了 我一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的 保证有牌面 我享受着柳如烟 这个富婆姐姐的安排 哎 对了 徐正 你看你那边需要请那些亲朋好友的 你自己安排哈 怎么开心怎么来 我家里就我妈 说是实话 自从我三岁之后 我就没有见过我爸了 那会陪在我身边的只有我妈 但是我的户口又在我爷爷的村里 几年前我爷爷走了之后 房子就变成了我的了 就好像没有这个儿子一样 唯一听到的一次 还是我妈说的 是我爸抛弃妻子 和别的女人好上了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爸 所以亲戚这边不用管 我能喊来的只有我妈了 朋友同学什么的 我再考虑一下 此时我看着怀里的柳如烟笑着道 能找到宝贝你这么好的媳妇 我肯定要向大家炫耀一下 同学 同事还有那些朋友们 请她的试级二十桌 你说好不好 春校一课直千金 今晚的轮船上十分精彩 清晨的时候 海鸥的叫声响起 我也被这群鸟成功的叫醒了 我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睛 然后撑起身体 看着身边熟睡的柳如烟 我笑了笑 然后给柳如烟带上了被子 然后我就穿着睡袍走出了房间 站在游艇上伸了一个懒腰 自从跟柳如烟在一起 自己也习惯了有钱人的生活 谁不喜欢花钱 等我走下四层 来到三层的时候 已经有两个女服务员 端着崭新的洗漱用品 就在这里等我了 我也是头一次来豪华游艇上过夜 没想到服务居然这么周到 我随手借过洗漱用品 然后走进了洗漱间 我简单洗漱 用过早餐之后 柳如烟说昨晚太累了 说要多休息一天 一时半会不想起床 此时几个婚庆公司的电话打过来 徐先生 这是我们公司最顶尖的婚庆策划方案 好评如潮 徐先生 时间匆忙 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几套中式的婚礼方案 还有几套西式的婚礼方案 供您慢慢挑选 我此时皱着眉头 看着助理将甲三家婚庆公司的方案 PPT一页一页的放映出来 千篇一律的金碧辉煌 酒会宴席 实在是太老套了 太大众了 我要的是与众不同的 别人用过的方案 我不喜欢 几个公司听到我这么说 说马上连夜赶出新的方案来 跟几个策划大致聊了聊我的想法 他们就开始付出行动准备去干了 方案不着急 我给你们时间 七个工作日 我要你们拿出可行性的落地方案 到时候直接发给我 刚跟婚庆团队说完 此时柳如烟就醒了过来 徐正 累了吗 听说你为了婚礼操心了快一天了呢 我都心疼了 经过一天的休息 柳如烟整个人面色红润 神采奕奕 还特意换了一身私质的开插气袍 显得更加的性感和高贵 如烟什么时候来的 我也是刚来的 我吃了点饭休息了一下 就过来了 徐正 我一会给你账号转一个亿 婚礼预算可别亏待了自己 我支持你 此时我不满地说道 怎么又给我转钱 现在还用不到 你男人办事有自己的原则 听话啊 先别转了 我必须给你一个 独一无二的完美婚礼 下船的时候 柳如烟说要搞一个订婚宴 我就陪着他去了 结果扭头就来到了 城里的五星级大酒店里边 一时间整个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柳如烟看到我有点紧张 笑着道 别怕 我在呢 还怕几个亲戚把你吃牢 男孩子都是要一时赶的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要走的流程都要走 一个都不少 我听着柳如烟这话 顿时感动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姐姐实在是太会了 小徐啊 叔叔这个酒楼开了有十几年了 怎么样 气不气派 我被簇拥的自己不知道是谁了 感觉我现在就是皇帝一样 有着富博姐姐的支持就是叔父啊 来 小郑 多吃一点 我看你喜欢吃这个 我给你包 一桌子的山珍海味 众人喝得很尽兴 心满意足 聊天说的有说有笑的 一位叔叔说道 你和柳如烟登记结婚之后 这也是一家人 我们这群亲戚呢 有个想法 想听听姑爷有什么看法 我顿时冷了一下 然后下意识地看了旁边的柳如烟 看到他也红着脸点头 我也放心地说道 张叔 您说就行 我和柳如烟都领证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几位长辈平时对我也挺好的 大家有什么安排 都是为了我好 说完大家桌上的几位老人 也是满意地笑了笑 有位老叔介绍道 如烟的爸爸活着的时候 也是带领我们创业的领头人 那时候大家都穷 都是为了过日子图个清静 自从后来政府拆迁后 我们这些老街坊 人脉懂得投资 我们才保住了财产 然后越做越大 直到后来柳如烟接替了他爸爸的事情 投资的眼光比他爸爸还要尖锐 之后我们这些老街坊 在柳如烟的带领都赚得盆满钵满 说句玩笑话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拥有多少钱 反正一辈子都花不完 此言一出 酒桌上的大家哄堂而笑 但是我内心却是震惊不已 我以为就柳如烟开个公司赚了不少钱 没想到整个家族都这么赚钱 我靠 这简直是要起飞的节奏 难道自己要跟柳如烟一起改姓吗 虽然这个有点难以接受 但是破天的富贵谁会拒绝 所以 以如烟的眼光 我们这些街坊邻居都是无条件信任的 既然如烟选择跟你领证结婚 那你肯定是独一无二的 他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们也都把你当自己人了 今天一来是给你们领证 补一个自己人的订婚宴 吃个便饭 而来是张叔 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小郑啊 你看要不要入坠到我们组里 做个上门女婿 当然了 以后有孩子的话 孩子姓什么 还是你们两个人决定 几个街坊邻居听着 纷纷点头 入坠 自己傍上富婆还不算是入坠 我好奇的问道 呃 张叔 我不是已经入坠了吗 难道咱们这还有什么其他的步骤没有走吗 敬祠堂 需要改姓吗 不不不 敬祠堂只是给你一个名分 以后就是咱们祠堂的人了 海内外所有宗族的人 任何地点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任何一个族人 顾爷你要是肯入坠的话 那我们几个老家伙商量了一下 准备了1.88亿的彩礼 然后还送各种名车无良 明媒证据 我刚准备喝口水压压惊 倒是张叔的一句话 直接让我的血液逆流了冬 我草 水直接洒在了我的衣服上 柳如烟见状连忙拿来纸巾帮我擦拭 小郑别紧张 不想进咱们可以不进 祖谱什么的 我不在乎的 你看看你 都湿透了 我大脑飞速运转 CPU差点都烧了 我本来以为大学毕业干个房地产销售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没想到遇到柳如烟这个超级富婆 柳如烟不仅温柔 而且还善解人意 对我的关照几乎是无微不至的 现在还要给我这么多彩礼 这个待遇谁能拒绝啊 我猛然醒悟过来 直接一手握住了柳如烟的小手 一脸感动的看着桌上的众人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怎么会不愿意入坠呢 必须入 肯定入 要不然我改个姓吧 不然我这个彩礼拿得也不踏实啊 反正我爹我从来没没有见过 信什么我都无所谓的 只要能和柳如烟在一起 入坠又算得了什么 柳如烟感动的说道 小郑 我真的没有看错你 此时 我搂着柳如烟的小妖 朝着黑色的麦巴赫撤队挥手 张叔再见 早点休息 我看着钱包里那些塞不下的金卡 顿时有点苦恼 小郑 陪我去海边散散步吧 好的 走吧 酒店的不远处 就是一个沙滩旅游景点 洁白的沙滩 温柔的海风 一对对的情侣 在这里享受浪漫的味道 窝搂着柳如烟在海边漫步 那叫一个叔父 如烟 咱们都订婚了 什么时候一起出去玩玩啊 旅旅游啥的 要不然我们去夏威夷 或者去巴黎转一转 此时柳如烟甜蜜地笑道 只要跟你在一起 去哪里都无所谓 当然你如果喜欢的话 我今晚就订票 你说的也对 都订婚了 我还没带你出去转转 别的男孩子有的东西 你也要有 姐姐你太好了 晚上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豪华帐篷 里边差不多有三米 门帘敞开 窝搂着怀里的柳如烟 躺在软绵绵的气垫上 两个人安静地 看着海浪翻滚 吹着海风 听着身后的帐篷 不时有情侣欢声笑语 十分惬意 小郑 入祠堂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还要跟伯母说一下 虽然你爸爸那边 没有什么亲戚了 但是毕竟是要加在族谱里的 这也不是小事 你如果不喜欢的话 其实可以拒绝的 我只在乎你这个人 入坠我倒是无所谓 我笑着抚摸着柳如烟的秀法 说道 如烟 我可是从小就没见过我爹 我爷爷也早就去世了 老家只有一栋老宅子 压根没有什么亲戚 我家甚至连祖谱都没有 谁会在乎我祖谱在那里呢 既然我和你成为了一家人 那就必须搁在祖谱上 到时候 就是生他的几十个子孙后代 让他们看一眼祖谱 就能记得我是谁 此时怀里的柳如烟 没有把持住 轻轻地拍打我的胸口 你当人家是母猪呢 生那么多 真讨厌 只要你愿意就行了 我是怕你受委屈 我们在沙滩帐篷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我陪着柳如烟 去了他公司 我已经开始帮他 整理公司的事情 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一个 高级餐厅吃饭 啊 我刚张开嘴 柳如烟将包好的虾肉 送到了嘴边 嗯 好吃 柳如烟刚做完保养 皮肤水嫩 白里透红 活脱脱像一个美少女 看着我吃得那么香 他也是温柔地看着我 小郑辛苦了 今天可是帮我解决了 公司好多麻烦 以后天天要这么勤快的话 我都舍不得你了 我嘿嘿一笑 搂着柳如烟的小妖说道 嘿嘿 毕竟是男人呀 毕竟要事业家庭两把抓 你这一抓 公司一抓 两边都不耽误 现在的人生 我可太满意了 拥有富婆姐姐 收获了爱情 成家立业 一下子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早知这样 还谈什么恋爱呀 大学浪费了四年了 如烟 其实我就是一个底层人 我自己都明白 公司的人也是看着你的面子 才对我唯命是从的 不光是他们担心 我也担心 你就不怕我这穷人 卷走你的钱吧 柳如烟笑着道 钱对我来说 已经是身外之物了 能跟你长长久久的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说完柳如烟就拿手指 捏住我的下巴 目光神情的对视道 记住我的那句话 什么都可以是你的 但是你就得是我的 只要你喜欢 再多的钱我也愿意给你 我以后可以转嫌内住啊 以后投资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投资你 我顺势在柳如烟的小嘴上 亲了一口 就我们一触即发的时候 我们两个的电话 突然同时响起了 打完电话 柳如烟好奇地问道 小郑 你电话里边说的是什么 我哭笑不得地说道 医院给我打电话 说我爹死了 什么 找到你爹了 我顿时脑瓜嗡嗡的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茫然地点头道 好像是 让我去医院认识呢 从小我就是单亲家庭 家里更是没有那个爹的照片 小时候我妈上班也忙 寒暑假的时候都会让我回爷爷家里去住 巧合的是爷爷家里也没有照片 但是我妈每次骂起我爹的时候 我也是不得不相信 我有一个混蛋老爹 万万没想到是 我准备跟我的富婆姐姐亲热的时候 医院居然打电话叫我去认识 那还等什么呢 赶紧的呀 柳如烟直接拉着我就朝着医院赶去 一路上我大脑都是待机的状态 甚至到了医院还没见到尸体之前 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 徐先生 通过户籍系统可以查到 和死者有关的亲属 系统上显示的是 您就是死者的儿子 停试房前 几个医生和警察都是很无奈地看着我 柳如烟一直在旁边提醒我 我心中始终忍不住想笑 强行掐大腿才勉强笑不出来 嗨嗨 这个吧 我户口一直在我爷爷家 我爹的户口也在我爷爷家里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 因为我从小就没了爸爸 看着那个撞的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真的没有半点伤心的感觉 反而有点大快人心 从小我妈一个人做着三份工 供我上学 照顾我的生活 而且我这个亲爹 人间蒸发 抛妻妻子 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过 更没有给过一分钱 老妈辛苦了这么多年 刚要到享福的年纪 还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这么多年的痛苦 都是拜这个老爹所赐啊 后边的事情 就让我更加的震惊了 我的老爹还是失去首富 我还要继承他的遗产 简直不要太荒谬了 柳如烟听说也简直不敢置信 之前柳如烟跟徐天打过招呼 也没听说徐天有个儿子啊 徐先生 经过我们警方的调查 这位确实是你的亲生父亲 徐天 至于亲自鉴定 需要等一段时间了 等出结果的时候 医院这边会有人通知你的 协助你的料理你后事 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这个素未谋面的亲爹 不过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也无所谓了 对这个人渣 我是一点同情都没有 我跟柳如烟 在VIP区域安静地等待鉴定结果 柳如烟安慰我说道 老公 你也别太伤心了 你一直笑 是不是在掩盖你内心的痛苦 柳如烟 你可能误会了 从小我妈就跟我说 这个抛弃妻子的爹 我们母子的苦难 都是这个爹造成的 这么多年下来 我听到这个消息 确实是很开心 我看到手里的信息资料 也是非常高兴 这个爹死了 还是从没有见过的首富 柳如烟 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感觉我都实来运转了 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 徐天确实是我的父亲 当场我就决定将他火化了 警察听到我的这个举动 直接整个人都傻了 哪有儿子葬礼都不要举行 直接就火化的 这是什么操作 赶紧烧了半葬礼 不能因为这个错过了 我和柳如烟的婚礼 我从徐天的遗物中 拿出了一堆厚厚的红本 我也不管是什么资产了 直接交给了我的柳如烟 来 宝贝 你都拿着 就当零花钱了 拿去随便花 花光了我这里还有 都给我媳妇用 柳如烟看到这么多东西 整个人也是猛逼了 行了行了 老公 我也不缺钱花 这也太多了 我都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有钱人 我于是搂着柳如烟 带着一箱子的文件 直接就离开了医院 我们开车来到了海边 我坐在围栏上 将骨灰一把一把的洒向大海 临死前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就让你投入大海的怀抱中吧 柳如烟直接安排 公司法务部的员工 帮忙清理财产 直接大气的缴纳了 一百多亿的遗产税 成功帮我继承千亿的资产 完全控制了徐天的集团 我也是成功的上尉 我也是如期的 跟柳如烟成功的举行了婚礼 在一群老街坊和我妈的见证下 算是这个世界最有排面的婚礼了吧 不够就没多少看到而已 此时柳如烟脸色羞红的说道 那我就帮你多生几个孩子 让他们看看 我看到了此时美丽的柳如烟 遥想我那会刚毕业的时候 因为公司的一些项目 我遇到了柳如烟 柳如烟也是第一时间看上了我 虽然期间因为前女友 还有某个位置男友的问题 中间产生了一些分歧 但是最后还是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这辈子我也没有想过 我能娶到一个富婆姐姐 如果我一直在房地产中介 干着销售的话 估计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们俩个人的背景 是两只熊猫宝宝当花童 还给我们拍下了互换戒指的照片 在婚礼的礼花祝福下 特色的热气球婚宴缓缓升空 婚礼也是完美结束 我和柳如烟的故事 最终迎来了幸福的结局 在我们经历了一些波折和挫折之后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开始了一段美好的关系 我们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越来越深 开始互相支持和关心对方 一起经历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分享彼此的喜悦和忧愁 相互鼓励和支持 一起走过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我们的幸福结局是爱情的胜利 很高兴这辈子可以遇上你 柳如烟 这辈子我终于可以躺平了 我的富婆姐姐 我终于不用努力了 全文完